少子化开药方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8月1号上路 又叫业者去喊酝酿抵制 因为以二到五岁的小朋友为例 政府希望有签约的私立幼儿园 每个月只收家长4500元的学费 却被认为是政府请客业者买单 假如政府因为跟那些 1万元以下业者合作 然后那些业者收费 那些业者家长所要付的钱 变得非常少 因为4500元以下 那1万以上的业者就会觉得被威胁 那这种被威胁状态 他可能就会变成是半强迫的状态 他要加入准公共化 又叫联合总会会长何明德更质疑 连共产制的大陆都不会限制私有收费 准公托却要大家齐头是平等 严重扰乱市场机制 甚至让家长也很紧张 搬家庭最起码要5万 那补制超不到十分之一 只能选择去念私立 不然就没学校念 一学期10万一年就20万 不过卫福部也回应 既然怎么做都会有批评生 公托还是会如期上路 就要尽快减轻家长负担 不够周延的地方 法规上路后会再随时修正 不过其实因幼儿送托只占一成 另外九成是亲属照顾 亲属托役补补助 却从原本最高的3000元 改为一律补助2500元 又被批评是一种变相惩罚 未来其实就是等于野奶完全不需要上课 家长也可以听到2500块的补助 我估计大概可能是有10万人以上的家庭 争议的还有 30日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说话了 不管中央怎么变 市府0到6岁托役补助不会变少 暗示中央地方可能不同调 也替托役政策再增添不确定因素 东森财经新闻热制卢博聪台北采访报导